我現在是會提倡一個新的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 這個計劃是一個創新的思維 我們會針對某一些項目 如果這個公屋項目 在建造期間 例如它已經有一棟或者兩棟的公屋已經建好 但是因為其他的配套未到位 通常是不會開始入伙的 但是我都會批准它入伙 給輪候公屋的市民有個選擇 如果它希望可以即時 以解決它自己的居住環境和面積為優先 不介意在配套之前未有充分提供 交通未有那麼方便 或者去買東西的時候沒那麼方便 它都覺得它是想選擇去提早上樓的 我就會給它提早上樓這個選擇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縮短它的時間 大約是一年左右 另外我會全面去運用好市場的力量 加快去做基建 我會精簡程序 無論是行政的程序 或者法律的程序 都會精簡 確保它與時並進 我會運用創新的科技 加快我們的建築 例如 用MIC 即是一些已經是 用集裝箱形式的 已經預計的一些組件 做好的 然後 去加快的砌上去 我會成立兩個組 是會要求由師長級的官員去領導 第一個組 是供應房屋的項目行動工作組 第二個是土地房屋的供應統籌組 第一個工作組 它是以工作為目標 包括去審視和研究 剛才我提出創新思維的 公屋提早上樓計劃 看看哪一個項目可以執行這個計劃 我亦都要求這個工作組 它在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後的第一百日 就提交一個初步的佈局 看看在哪一個方面 去作出一些我們可以進行的工作方案 第二個土地房屋供應的統籌組 它是要審視整個造地 由生地變屬地 由屬地變到建造有房屋的整個過程 涉及的部門流程 怎樣去整合和統籌 確保我們每個環節 都是以提速提效提量為原則 我是會多元和多方面的發展 北部都會區 以及明日大園 都是我們兩個很大的計劃 它不僅提供大量的土地 亦都是一個很大的載體 令到我們在這兩個土地 這兩個載體裡面 去規劃好 建成我們香港希望建的優質城市 既是移居 也都是發展